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祷告的第二原则 认识自己的缺乏 热切祈求神 信徒也是常犯错 因为他们经常挣扎来胜过自己冷漠之心 虽然他们在悲惨中且有需要 却仍不足以刺激他们热切地向神祷告 信徒心思常常不定 几乎散漫 因此在这方面我们也需要神的赦免 免得我们的祷告因为萎靡不振 打岔分心不知所云 而遭到拒绝 神将祷告蒙垂听的原则深刻在人心中 即祷告必须举起你的心来仰望神 我们前面说过 举手祷告的礼仪 这是所有的时代以及所有的民族共同的习惯 至今仍为人遵行 就是由此而来 但是许多时候我们举手祷告时 心是冷漠的 虽然我们的手向上举起 心却留恋地上 至于求神赦罪 虽然信徒不会忽略词典 但是连最熟悉祷告的人都清楚自己 常常没有献上忽略的心 即大卫所说 神所要的计 就是忽伤的灵 神啊 忽伤痛悔的心 你必不轻看 诗篇五十一篇十七节 因此 信徒应当寻求两方面的赦免 第一 因为他们知道自犯了许多罪 但却没有身自懊悔 达到应该厌恶自己的地步 就当恳求主赦免自己的轻忽延宕 第二 因为他们知道 只要悔改和敬畏神 就必得赦罪之恩 而他们因自己的过犯被忧伤击打时 就当恳求审判的主免除他们所应得的易怒惩罚 信徒祷告失败的最大原因是软弱或小心 若非神的怜悯施恩解救 他们的祷告归于无效 所以神饶恕他们的软弱 并且经常用苦难熬炼属他的子民 好像是使他们的信心成为僵残的灯火 当极大的苦难使得信徒呼喊说 你向你百姓的祷告发怒 要到几时呢 是篇八 十篇四节 似乎百姓的祷告是得罪神 耶利米说 他使我的祷告不得上大 耶利米哀歌三章八节 无疑的 他感到十分困惑 圣经上有众多类似例子 显明圣徒的信心经常夹杂疑惑 以至于在他们的信心和盼望中 显露仍是缺乏信心 既然他们尚未达到所渴望的目标 就应当更加努力改正自己的错误 并且在祷告的学校里长进 一天比一天更接近完全的祷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